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6月8号 星期二 孟晚舟被囚禁在加拿大 已经两年多了吧 孟晚舟什么时候能回家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最近有个消息 说孟晚舟回来是有可能的 美国加拿大方面透露了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 说如果满足的话 根据最近美加密谈 密谈相当长时间 捏固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有可能孟晚舟回来 那现在这四个条件 那什么条件 摆在我们面前 这是四个考题 是吧 哪四个 第一 如果放孟晚舟回来 美国拉着加拿大 拉着所谓的盟友 要求中国必须释放 在中国犯罪的两名加拿大人 这是要求交换人质 第二个条件是 要放孟晚舟回去也行 要孟晚舟认罪 当然要签署个协议 但是呢 无论如何要求当事人就孟晚舟 承认自己存在着不当行为 第三个条件是这件事 要美国人批准 也就是说在这儿 美国人所扮演的角色呢 是最后核准的一个角色 协议也必须得到美国纽约 东区联邦法院的核准 第四个条件 你猜什么条件 第四个条件 是要华为支付巨额罚禁 这是最新透露出来的消息 我请问诸位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听到这样的条件 听到释放孟晚舟 或者暂时放孟晚舟 回来免于起诉 免于引渡的这四个条件 你什么反应 这四个条件能答应吗 是可以谈判的吗 你说要交换人质 他们是人质吗 孟晚舟明明是你们绑票啊 孟晚舟本来就无罪啊 我曾经跟孟晚舟 做过若干系列节目 孟晚舟无罪 把孟晚舟当人质 充分暴露了绑票的实质 这也让法治国家颜面丢尽 你把孟晚舟当人质 你这不是不 反过来证明你是绑架吗 对吧 你自己号称是法治国家 你加拿大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 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有这样的法律至上吗 对吧 再说两名加拿大人 他也不是人质 他们是违反了中国法律的犯罪分子 哪 岂有这种交换呢 又不是战争期间 有交换俘虏 现在这第一条不成立 第二条呢 你说让孟晚舟认罪之后 然后你们放孟晚舟回来 少来了 少花舟 孟晚舟如果承认自己有不当行为 承认自己有罪 你们拿到罪证就会变一副罪恋 知道吗 更重要的是孟晚舟没有罪 孟晚舟没做错 没做错任何事 加拿大 你扣留孟晚舟 把孟晚舟呢 捐监禁在那 是你 加拿大 你们做错了事 华为也没有做错事 你们是罗治罪名吗 企业竞争不过 打压中国 拿华为下手 打压华为 拿人家老板的闺女 拿人家财务官孟晚舟下手 这都是下三滥的行为 这第三个条件 是吧 还要求美国什么什么地方法院 什么什么批准 这话也说得出来 美国是这个绑架案的始作俑者 加拿大人 加拿大政客 甘愿扮演这其中的白手套 你们没有资格以法律的名义 或者以什么地方法院的名义 来扮演仲裁者 你们是绑票的土匪 你们不是仲裁者 你们没有资格做仲裁者 大家想一想 这事情滑稽不滑稽 土匪绑票之后 还要山上的土匪的某一个机构 来批准你绑票的对象 批准释放 这是世人跌掉眼镜 这种行为彻底丧失了 美国所谓道义形象的 任何一点人曾经有过的 幻觉的信任 至于第四条 要求支付巨额罚金 这简直就坐实了 你们就是土匪绑票 凭什么要支付巨额罚金 没有任何错 孟晚舟没做错任何事 华为也没做错任何事 这么多年 你们把华为的产品 华为的技术 像毙头发和死的毙来毙去 你们查到任何证据了吗 后门在哪呢 你们有斯多登泄露的 你们有丹麦 直接光栏上插管子 监听欧洲的每个政要 每个政治人物 你们证据切凿 你们的所谓平台企业 承认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国中情局 给他们下任务 要他们监控美国公民 以及世界上 他们想监控的任何人 是你们干过这样的事 华为没有做过 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华为这么做过 至于孟晚舟 没有错 华为有什么 孟晚舟做了什么措施 你说支付巨额罚金 你所谓处罚 从何说起呢 这个土匪绑票呢 是要交罚金的 是吧 是要赎金的 但是呢 应该说今天的美国 和土匪绑票 又有点不太一样 土匪就是要钱呀 就是要钱呀 我就是土匪 我是土匪 我怕谁 但是美国呢 今天的美国 又要面子 又要法治 又要道义 又要人权 又要普世价值 还要呢 还要别人认错 还要巨额罚金 你们什么都要了 那别人 哪有谈判这么谈 世界上 有一种强盗叫强盗 还有一种强盗叫 道貌岸然的强盗 还有一种强盗叫 强盗的本质 道貌岸然的外表 还要讲什么 普世价值 居高临下 还有领导这个世界 世界上有这样的强盗 真是人类的不幸 关于这件事情 有个背景 跟各位讲一下 之所以现在呢 美国和加拿大高官 他们敌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拿出来这么一个 要释放孟晚舟的 所谓四个条件 前提是有个背景 这个背景 就是前几天呀 孟晚舟世界有个进展 加拿大的法院已经同意了 同意什么 同意孟晚舟方面提供新证据 什么新证据 孟晚舟方面呢 从香港那边 拿到了关于这个案子的新证据 证据拿到阴谋破产 就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场完全有美国在幕后操控的 加拿大甘愿担任马前卒 甘愿担任白手套 甘愿扮演无耻角色的这个案子 那在所谓法律上 法律层面上 会彻底失败 为什么 具体说就是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孟晚舟团队所提供的新证据 将证实此前加拿大法院 以及美国方面所提供的信息 为基础的 所做出的一系列判决 都站不住脚 胜利的天平 已经开始向孟晚舟一方 大幅度的偏移 这是纯粹从法律角度来谈问题的 事实上本来孟晚舟 你所遭遇的就是一种 一场无望之灾 你作为华为的高管 她成了美国采取一系列方式 打压华为的受害者 你本来世界各个企业之间 竞争 就是你强了 我弱了 我又强了 你又弱了 我又强了 你又弱了 这样企业竞争 消费者得利 这企业本来竞争是常态 只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都可以接受 竞争不过 怎么办 竞争不过 那就承认自己失败 这就是市场 对不对 这就是优胜劣汰 这就是竞争 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但是你美国政府 竞争不过 美国政府旗下的 美国的那些企业竞争 不过 华为美国政府就跟你玩双标 想去侵占别人的市场的时候 就跟你大讲 自由竞争了 市场经济了 全球化了 地球村了 其他国家 企业 开始对本国市场产生威胁的时候 例如华为对美国市场 所谓特别是5G技术 所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用国家的力量去制裁 打压相关企业 甚至不惜使用土匪绑票的手段 直接出手 构陷他国企业家 绑架人家企业家的家人 绑架企业的高管 这样的事 美国此前对法国使用过 对不对 日本人说 他们对我们 也使用过 那现在你对中国的华为下手 你对中国的中兴下手 那这一次 美国打压这么久 华为最近 那鸿蒙系统发布了 我手机里面都装上鸿蒙系统了 华为绝地生存 为了活下来 华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华为内没打死 孟晚舟的命运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 那这一次 如果按照孟晚舟团队 所提供的新的证据 证明 美国这一系列做法 站不住就要 加拿大方面错了 那当然就会被动了 表面上还要玩个 法律的形式 但是 本来人们期望 新证据提到之后 整个事情有所转机 可是人们呢 太善良了 太简单了 以为这是个法律问题 它不是个法律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 是有人拿着政治 拿着法律 耍流氓 所以 以为这个案子可能会翻过来 人们发现自己太乐观了 用牙老虎的话说 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隔壁王奶奶说 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流氓 现在美国居然能够想出来 加拿大的人居然能够想出来 他们双方一嘀咕 居然提出来交换人质的把戏 加拿大媒体爆料 这事是加拿大媒体爆料的 说 加拿大呢 想以暂缓起诉孟晚舟 交换 因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入狱的加拿大的公民 注意啊 加拿大媒体措辞相当谨慎 也就是说 很饿 还不是说 我现在就放了你 我暂缓起诉 我不是不起诉你 我不是不引渡你 我暂缓起诉你 但是你把加拿大人给我放回来 那加拿大人是中国 在中国犯罪了 中国是有司法主权的 你在中国犯罪 你违反中国法律 那当然依照中国法律来惩治 它不是人质 不是战争人质 加拿大媒体你也太乐观了吧 你想的太好了吧 加拿大全国发现了最大的报纸 叫环球邮报 知道吗 昨天6月7号报道说 有三名消息人 透露了加拿大使馆 加拿大驻华大使 叫什么 叫巴德民 包打听 巴德民 曾经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要求下 前往华盛顿 与美国高级官员密谈 这个密谈是什么概念 密谈 啪耳朵 不是 密谈长达1234567天 再加1234567天 再加1234567天 就是说 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 跑到华盛顿去 关于孟晚舟这事 谈了三周 你看人态度认真 本认真 你看和美国高级官员 长达三周的密谈 就是致力于要推动 在中国违反中国法律的三名 两名这个加拿大的公民 回去 就康明凯 和斯帕弗 要他们中国政府放他 说 务必要达到 释放这两个人的目的 美加双方 当然为了放那两个人 要求暂缓起诉孟晚舟 说这事是可能的 但是你要放人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加拿大 这就是他们的盘算 报道说了 这个报道民 就是加拿大驻华大使 在美国会见了 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 司法部 国务院 国防部 财政部 商务部 消息人士说了 他们这个会面的 八大民提出了更广大的要求 因为他代表加拿大方面 什么要求呢 敦促美国 释放加拿大公民 向中方施压 而且呢 提出来要求联合什么什么盟友 一块向中国施压 其中有个消息人士说了 报道民的要求 获得了美国高级官员的承诺 美国方面说 好 这事我帮你 我帮定了 就这么一个事 有人还透露说 八大民此事 这一次的任务呢 是说服美国拉上盟友 施压 看起来他们所做的努力 也实现了八大民承认 暂缓起诉孟晚舟 这件事 他们确实做了这样的 这个深度的议论 大家知道 2021年的3月下旬 加拿大曾经干过一个什么事 现在冲家关系 不是这么冷吗 啊 那这么冷 海网上的天冰霜 吹冷风 绑架孟晚舟 中加关系彻底改善 我告诉你 不可能 那3月 加拿大 又关于新疆问题 发表所谓 对中方个人和实体实施 所谓制裁 当时八大民就3月底 跟特鲁多政府高级官员 就关于这件事 就说了一大堆咬牙切齿的话 什么新疆种族灭绝了 什么新疆抢迫劳动了 加拿大要制裁中国了 等等等等 无耻不无耻啊 加拿大现在是决定一条道跑到黑了 在美国的这个指挥棒下丧失自己的主权 甘愿扮演这个脏手套 当时加拿大 就3月份的时候 加拿大就关于下媒体头说 美国司法部有可能就华为的问题啊 达成一个暂缓起诉 孟晚舟的协议 允许孟晚舟回国 但前提是几个 华为拿钱支付巨额罚禁 孟晚舟必须自己认罪 美国法院最后批准 交换 所谓交换人质 天下不讲理 居然能到这种程度 请大家想一想 这就是我们国际政治的现实 加拿大无理抓了孟晚舟 扣押孟晚舟 帮票孟晚舟 两年半了 从2021年4月19号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 向法庭提出 把引渡的最后一个环节 这种的 庭审 推迟的申请 这个要求主要是从香港那边 香港法院颁布许可令 孟晚舟团队已经从香港的汇丰银行 取得新证据 孟晚舟需要时间来研究这个证据 另外加拿大呢 5月13号还报道说 孟晚舟的律师说了 说他们6月份 引入新证据呢 他们认为这些证据将支持 他们的论点 即孟晚舟是美国加拿大方面 滥用程序的受爱者 还有报道说 法院确认引读案的最后一轮听证会 8月3号开始 如果证据被采纳 那对于孟晚舟团队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所以呢 美国和加拿大方面 纯粹从法律方面来考虑 他们死要一个面子 因此他们说那搭成个条件吧 于是就提出了这么4个条件 美国是个讲法律的国家吗 加拿大是一个讲法律的国家吗 美国是个讲人权的国家吗 加拿大是个讲人权的国家吗 这些问题 值得大家好好来想一想 孟晚舟的命运 孟晚舟带着电子镣铐的那个照片 很多人看了流泪 为什么 因为孟晚舟 她今天带着镣铐被人家囚禁在加拿大的这个事实 和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尽 中国人在世界上被欺负的事情 画面不一样了 本质是一样的 我们不愿意被别人压迫 所以要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不愿意被人家欺负 所以我们要和平崛起 但是诸位 如果他阻止你 你和平崛起的愿望 所有的努力到最后都和平无望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 这事欺负人不欺负人 这四个条件欺负人到家了 那如果孟晚舟真的答应了 那前面两年多 你在哪被人家囚禁 你坚持一切努力 你承认有罪 华为如果拿出这笔钱去 美国人就会让华为 让5G技术 让中国人的技术 正常的在世界范围之内发展 美国人说话算数 我们还有如果你认罪的话 美国人揪住你这个证据 接下来他一切堂而皇之 所以跟流氓打交道的时候 你不能听信他的话 也就是说 你不能按照他给你规定的程序出牌 美国人你批准释放不释放 你是始作勇者 你是贼 你是土匪 你凭什么在这 以法律的名义 还批准释放 孟晚舟这个案子 我希望大家跟踪 我希望所有的人关心 我希望学者们把它写成一个案例 作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的法治的案例 写入中国的法治史 让我们当代的青年受教育 让子孙后代都记住 帝国主义不论怎么样变换 变换什么样心面孔 他们都是要欺负人的 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 你服气 你服了 你投降 他要吃你 你不投降 他也要吃你 二者必具欺义 感谢收看们 期见 下期见